郭继承大家知道吗 是一个讲传统文化的一个老师 是中法大学的一个教授 我自己比较喜欢老师讲那些传统文化 所以说我关注的时间还是很久 但是呢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批判性思维 不能因为对一个人的盲目崇拜 所以他的所有观点你都认同了 昨天我就在头条上听他说了一期视频 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 就有一个年轻人回答 说现在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我们年轻人扛着三双大山 然后活得生不如死 自己都活得不好了 生下孩子了 干嘛还要让大家遭罪啊 所以说干脆就不生了 就是觉得是自己因为这个能力不行 是因为贫穷 然后呢 这个郭继承老师呢就问他 那你觉得你的奶奶 他有能力去养种的孩子吗 就让他去回忆过去 回忆他的父亲 然后回忆他的爷爷奶奶 然后呢 这个大学生呢就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他爷爷奶奶 还有他的父亲父母这一辈呢 他这个物质能力 都远远比他现在的这个 创造物质的这个能力 就弱很多了 实际上因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 他不愿意生孩子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太看重自己的感受了 他不愿意为了整个家族 传统接代 殖民感太薄弱了 有很多人表示同意 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但是我觉得哈 这个根本不够客观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老年人 就和我们的父母那边 他们愿意生孩子呀 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希望 他只要生一个孩子 给家里增加了一个劳动力 那个时候要挣公分的 你家里的人口多 你挣的公分多 你挣你家里的日子就好过 那现在是一样吗 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代年轻人 他根本看不到希望 他觉得他在生活的最底层 他怎么奋斗 都都突破不了命运的一个 架锁和束缚 我觉得莫言说的一句话 特别的到位 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吃饱饭之前 就是生存还没有解决之前 那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和可能性去谈及道德 道德是在我们所有的人 都解决了温饱和生存的前提下 才去谈及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 这个郭继承老师说的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既然我活得不好 生不如死 我干嘛让我的后代 还来到这个世界上 去体验这种痛苦呢 对不对 我对我的后代 最大的一种厚爱 就是我不生他 我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是这个年代的所有年轻人 他对这个生命的一种理解 和一种感悟 我认为不一定是个坏事啊 对不对 这是人类精神文明 得到解放自由的一种 进步的一种表现啊 比如说换位思考 让我 我活在00后 或者说2020年以后 那我的同类 同类大部分都不生孩子了 为啥 因为人类越来越卷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 他成天生活在那种 就生怕地球有一天 被一个小星星撞死 然后整个地球就烟熟云散了 那你还生什么孩子呀 你自己能够有多少能力 享受多少生活就行了 进人世听天命就好了 好好过好自己 好好为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 欢迎大家来留一留你的看法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